來看到澳洲進來呢 頻頻升高抗中的政策 遭到了大陸制裁 美國嘴巴說要挺澳洲 但是被踢爆 正當澳洲失去大陸市場的時候 美國你可是強勢的補位呀 像是美國的煤炭跟農產品 就大舉進攻了大陸市場 反觀受害的是澳洲的民眾 你認為美國挺澳洲是真心挺 還是只是拿來當抗中的棋子呢 認為是真心挺的加一 認為只是抗中棋子的加二 你認為美國挺澳洲是真心挺的 還是拿來當抗中棋子呢 認為真心挺的加一 認為只是抗中棋子加二 我們來看到澳洲總理莫里森 被說現在根本就不管澳洲的產業 而是忙著明年的選舉嗎 明年澳洲其實要拼選舉的 莫里森操作了抗中牌 聲望可以說是節節升高 二月份的時候 就因為抗中他的民調是有上升4% 而且達到了61% 創下他擔任總理以來最高的新紀錄 另外我們來看到了美歐國務卿布林肯 今天在國務院跟來訪的澳洲外長潘恩 他們兩個人有進行會談 兩個人會談之後聯合召開記者會 布林肯表示呢 美國不會讓澳洲獨自在場上面對 那美國也清楚向中國大陸表明 這類的針對美國最密切的夥伴跟盟友的行動 將會阻礙美中的關係改善 潘恩呢他則是希望說 說呢澳洲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建立建設性的關係 以討論彼此的旗艦 還有尋求共同利益 但是澳洲不會在國家安全或主權議題上妥協 會持續採取行動確保這一點 澳洲呢現在跟中國大陸有很多議題 是有待共同解決的 澳洲會持續跟中國合作 解決貿易的問題 而且在需要的時候 透過適當的時機來解決 好來看到就是說呢 美國是真心挺澳洲嗎 美國又給澳洲什麼幫忙呢 還是拿到一張又一張的收款單呢 叫澳洲乖乖付錢嗎 像是澳洲政府不斷的 買武器 像是拜登呢就不斷的賣武器 給澳大利亞 包括了什麼 包括四月啊就有一些 這個相關的軍售案 三項的軍售案高達了43.6億美元 五月的時候呢又再次呢 要付出19億美元的軍售案 那澳大利亞呢就被說 自以為拿到了美國的支持 但可能只是自作多情嗎 最現實的就是澳大利亞的葡萄酒 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額 我們來算一下 從去年10月的時候 來看到的是1.629億的澳元 下降呢到12月 11月到12月 12月呢就只剩下350萬澳元 這跌幅非常的大吧 跌幅高達98% 但是我們來看到 聲稱是支持的美國 還有其他五眼聯盟的國家 就是其他的國家 那那怎麼樣呢 你那個不是非常挺澳洲嗎 那你是要大力的 買這個澳洲的紅酒呢 台灣那個時候不是呢 民進黨也說 我們要買澳洲的紅酒 那這些五眼聯盟 跟美國國家 買了多少澳大利亞的紅酒呢 同期居然是下降了 百分之25啊 那不是很挺嗎 怎麼還會下降呢 接著我們來看到 從去年10月開始 澳大利亞出口到大陸的煤炭 就被拒收了嘛 從12月以來就發現說 就10月開始拒收 那12月以來大陸呢 自澳大利亞進口的煤炭 已經降到了零啊 不想要買了對不對 好那填補這個缺口的是誰 你想一想 沒想到就是嘴巴說挺澳洲 說呢不會讓澳洲獨立在 場上面對的美國 就補了這個空缺了 因為光是今年在2月的時候呢 美國向中國大陸 其實煤炭業就向中國大陸出售了 將近30萬噸的煉焦煤 就當呢 澳大利亞的煤炭行業 叫苦連天啊 說我們都沒有生意做了 美國煤炭業呢 可是歡天喜地在慶祝啊 澳大利亞呢 跌倒了 反而是美國吃飽飽 過去10年呢 澳大利亞的 60%的出口淨值 都是來自於對華的貿易上 在貿易上呢 遠離大陸啊 只會減少澳大利亞人的收入啊 跟工作的機會 跟大陸脫鉤呢 恐怕傷害的是澳大利亞自身 所以呢也被說 如果你要抗中的話 也要看看呢 自己有多少底氣 也引發了大家的討論 尤其來看到回顧呢 中澳關係不是一下就像這樣 像現在這樣那麼差的 其實呢 從2020的3月以來呢 澳大利亞多次呢 對大陸的行為 引發了大陸反彈 我們來看看這幾點 包括了 就是呼籲啊 國際社會 社會對於新冠肺炎的源頭 展開調查 以及呢 禁止華為參與澳洲的5G的建設 另外呢 還通過了反外國干預法等 這都是導致中澳關係 急速下降下滑的根本原因 最近呢 澳大利亞還怎麼樣 還 呃 再次出招 短短半個月內呢 先是單方面 撕毀了 維多利亞洲跟大陸 一帶一路的合作協議 又宣布呢 將要審查達爾文港 與中企的99年租約 甚至還考慮呢 要取消 西澳的2011年 跟大陸簽訂的合作協議 在這些狀況之下 大陸忍不住了 終於發出了實際行動 作出回應 5月6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大陸也有作出回應 呃 發改委就宣布 將會無限期的暫停 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的一切活動 這下輪到澳大利亞有點慌了 根據呢 澳美解讀 呃 中澳的戰略經濟對話機制 是兩國經貿合作的重要會議 這次呢 大陸無限期的暫停這個活動 等於是關掉澳洲經濟的水龍頭 因為澳洲呢 來看到大陸 其實已經是連續多年 成為澳洲的第一大的貿易夥伴 而且呢第一大的出口目的地 澳洲30年的經濟繁榮 其實啊就是搭上了大陸經濟發展的 順風車嘛 那根據呢 澳美統計 截至2021年的3月 過去一年呢 澳洲對華的出口額 達到了1490億的澳元 大概就是7416億的人民幣 換句話說 大陸暫停的這一切經濟活動呢 意味著怎麼樣 這澳洲7416億的生意的水龍頭 就被關掉了 所以傷害的可能是澳大利亞比較多 美國表面呢是力挺澳洲嘛 背後卻迅速的搶走 澳大利亞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美國呢雖然一直呢 是公開的場合 替澳大利亞撐腰 但是呢搶佔澳洲失去了大陸市場的時候 卻一點也不手軟 我們來看到普世能源資訊的副總監 安德烈 他有特別說明 他說呢 其實澳洲啊 在大麥啊 牛肉啊 都失去了大陸市場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美國為首的農產品啊 就快速的怎麼樣 填補了這個缺額 根據顯示呢 2020年的中美貿易額呢 4.06萬億 就是4.06兆 增加了8.8% 其中呢 美國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 對華的出口額 達到了287.5億美元 所以呢 有聲音說 美國啊 你雖然是口頭上支持澳大利亞啦 但是涉及自身利益的時候 還是怎麼樣 那句話 美國優先 澳洲的前外長呢 埃文斯 其實有個相同的觀點 他說啊 儘管美國 很積極的修復美澳國的關係 但是澳大利亞 並沒有 得到 國民 農民 美國農民 跟葡萄酒商太多的支持 澳洲跟大陸之間呢 也留下了空白地帶 沒有得到填補 那減少呢 跟美國的接觸 才是澳洲未來 應該做的事情 好了 看到就是說呢 澳洲兩名的學者也有分析啊 大陸呢 跟澳洲之間的貿易爭端持續 可能會對於 澳洲的教育產業你知道嗎 帶來很不良的影響 建議啊 澳洲政府應該採取更多的措施 延覽國際的學生 我們來看到 作為僅存的唯一一個出口值超過 100億澳元的產業 也就是澳洲的教育業呢 它其實嚴重的依賴中國大陸市場 也是唯一一個呢 可以被大陸打壓 而且不會對大陸本身 造成重大損失的產業 在澳洲有成千上萬的人 從事教育行業 而且呢 跟國家的技術競爭力 是有密切關係的 一旦這個產業呢 受到限制 就會影響到了 看到是澳洲的經濟繁榮的程度 如果呢 來自大陸的學生有大幅減少的話 那麼所產生的收入啊 跟研究的損失 恐怕難以透過其他的國際市場 來填補的 畢竟呢 大陸呢 還是全球留學生最大的來源國 所以呢 抗中抗中最後是怎麼樣 美國填補了澳大利亞的空缺 那澳大利亞自己的國家 國力受損 澳洲外交部長佩恩出訪 華府和美國國勤布林肯 舉行雙邊會談 會後舉行聯合記者會 結盟抗中意味濃厚 澳洲表示面對大陸會捍衛自身主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表態力挺 遭大陸經濟脅迫的澳洲 說不會 棄之與不顧 We've made clear to the PRC How such actions targeting our closest partners and allies will hinder improvements in our own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e're also working together to find new approaches 中澳關係惡化 澳洲積極和美國結盟 也加入了美國的抗中聯盟 說取消維路里亞省和大陸的一帶一路計畫 也響應美國拒絕大陸的5G建設 甚至在去年澳洲也要求大陸 進行新冠病毒的起源調查 日前在新疆人群議題上 澳洲智庫更是發表新的研究 指稱新疆的生育率 在2017年到2019年之間 不尋常的急速下跌 種種一切惹怒北京 報告已經深刻的詳細的揭露了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鄭國恩這些人 他們是如何通過捏造數據歪曲事實 可以模糊主觀推測與確鑿證據 宣傳肇事與學術研究之間 這個手法來炮製反華 對中國的這樣的謠言和虛假信息 澳洲總理莫里森更是表態 一旦台海發生危機 將會跟隨美國腳步協防台灣 對此前澳洲總理陸克文投書當地媒體 抨擊莫里森草率評論 將危機澳洲的核心安全利益 認為他只是想為自己的施政不利 轉移焦點 並且製造危機感爭取連任 不過為了政治利益考量 恐怕先犧牲的是經濟利益 一帶一路是大家攜手前進的陽光大道 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 所有感興趣的國家都可以加入進來 共同參與 共同合作 共同受益 中國大陸是澳洲的最大貿易夥伴 但由於中澳關係惡化 大陸對澳洲紅酒徵收高關稅 導致澳洲紅酒對大陸的出口額 從去年10月1.6億澳元 12月下跌到僅剩350萬澳元 跌幅高達98% 澳洲政府的抗中政治考量 最先受傷的恐怕是自家的貿易商 記者數中綜合報導 沒錯 澳洲抗中卻讓產業苦哈哈 但是澳洲總理莫里森可是樂此不疲 來看到澳洲總理莫里森說 備戰是他的職責 而且他還強調印太地區的局勢緊張 澳洲如果低估了 跟大陸的潛在戰爭風險 將會是愚蠢的 他還說呢 他說的話 但是呢 他的話 卻被澳洲反對黨批 你怎麼都是反反覆覆的呢 因為莫里森其實在6號的時候 被問到說 那你到底會不會支持台灣呢 他說呢 澳洲清楚地注意到 印太地區的不確定性 所以存在相關的安全防護的協議 而且還說呢 我們一直都很明白 有關於一國兩制的安排 我們會遵從我們的政策 提到了始終理解 一國兩制的安排 將會繼續遵從我們的政策 引來各界的關注 那澳洲是不是對台的政策有轉變呢 甚至是質疑會不會是跟北京讓步 那結果呢 莫里森12號呢 再度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否認自己口誤喔 就是說他其實挺的是一國兩制 但是呢 澳洲的聯邦政府呢 13號趕快澄清啊 說呢 這個莫里森啊 他的言論是有錯的 強調說一國兩制的評論 是指香港有關的事物 還說呢 澳大利亞對華的政策沒有改變 而且堅持的是一個中國原則 然而呢 澳大利亞還是與台灣保持著密切 跟積極的非正式關係 莫里森的說法反反覆覆 當他說支持大陸 用一國兩制政策治理台灣後 澳大利亞呢 在野黨工黨的外交事務部的發言人 黃英賢就說啊 其實啊 外交政策上面呢 特別是在國家安全的問題上 措辭真的很重要 他還批評了莫里森說 前幾天他的政府呢 不是還在為台海的衝突敲戰鼓嗎 怎麼現在就放棄台灣了 我來了 五月二十三日起 每週日晚千八點 全新一季歌手當打之年 澳大視野 請來指名收看 還有訂閱全球大視野的頻道 而且記得在影片按個讚 我們最後沖一波 其實美國不是常常高舉人權大旗嘛 但是以巴衝突 已經被看到人權雙標 嘴巴說關心穆斯林的人權 但是以巴衝突當中 很多穆斯林的民眾呢 被捲入戰火了 卻不聞不問 不過呢 美國還是常用人權指責大陸 甚至扣上了種族滅絕的大帽子 你認為呢 美國針對人權是否雙標呢 是的加一不是的加二 你認為美國針對人權是否雙標呢 是的加一不是的加二 我們來看到 美國國務院12號的時候 公布了2020年 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國務卿布林肯強調 宗教自由呢 是人權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呢嚴重的侵犯人權為由 制裁了前四川官員余輝 而美國國際的宗教自由委員會呢 還舉行了聽證會 說明華府對種族滅絕的尺度認定 而且呢還說美國政府已經多次啊 其實是使用種族滅絕這個詞了 包括了像什麼呢 呃...包括了新疆的問題嘛 但是因為他太平凡用了種族滅絕 被說啊你這個標準有點寬鬆 也引發了爭議 尤其來看到就是說 包括了新疆啊 甚至在四月份的時候 拜登政府呢更史無前例的 針對於這個 土耳其人的這個問題 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呢 厄圖曼帝國軍隊 有沒有計畫性的殺害 並驅逐上百萬的亞馬尼人 亞馬尼亞人 把他認定是種族滅絕 所以激怒了土耳其 那厄圖曼帝國的軍隊呢 有沒有這樣的做法 其實呢讓土耳其人是蠻不爽的 可以看得出來呢 針對於這個種族滅絕呢 美國最近蠻常使用的 只是呢 美國愛扣別人帽子 反觀呢 卻被中國大陸發言人華春瑩嗆 你美國才對印第安人種族滅絕不是嗎 因為呢事實上呢 美國歷史上 對印第安人進行了系統性的 種族清洗跟大屠殺 犯下了慶竹難書的種族滅絕罪行 這是華春瑩說的 還有呢這個是反人類罪啊 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70年代 美國政府呢 將大量的印第安兒童 送到哪裡 寄宿了學校 這個可以說是集中營的鼻祖啊 夏威夷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也有說 美國對於印第安的原住民 實施種族滅絕是歷史上大規模的 而且呢還說是很大規模的種族滅絕 普利茲獲獎的作家叫托爾 約翰托蘭 其實在希特勒傳裡面呢 也有特別提到 說希特勒建立集中營的想法呢 跟種族滅絕的做法 大部分就是源自於 他對於美國和英國歷史的研究 到現在呢 種族主義在美國還是全面性 系統性跟持續性的存在著 我們來看到就是歐巴馬 他其實曾經有說過 種族歧視呢 存在於美國的生活的各個制度裡面 影響非常深 依然還是美國基因的一部分 美國的前國土安全部長傑森 他也有說 他表示啊 說如果有足夠定義的話 如果是定義足夠寬泛的話 就可以認為說 美國的每一個機構 都存在著系統性的 種族的主義 美國口口聲聲說啊 關心穆斯林人權 但世界上呢 殺害穆斯林最多的國家 華春瑩說 剛好就是美國 而且呢 美國還是幫兇 像是呢 在伊拉克啦 利比亞啦 敘利亞啦 阿富汗這些國家 都是用反恐的名義 發動了軍事戰爭 造成了上百萬的穆斯林民眾死亡 幾千萬的穆斯林流離失所 所以呢 華春瑩說 你美國對人權的關心 到底在哪裡 而且說到了美國控訴 新疆的種族滅絕 結果呢 還被前聯合國的專家打臉 這位是誰 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前民主公平國際秩序問題 獨立專家叫德扎雅斯 他日前呢 在日內瓦 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的時候 他列出了幾點的重點 他說呢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新疆 所謂種族滅絕的指控 純屬呢 無稽之談 而且是別有用心的宣傳 和患有中國恐懼症的表現 違反了聯合國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的公約 甚至他說呢 美國國務院日前不是有公佈了 2020年的國別人權報告嗎 指責中國大陸在新疆 犯下了種族滅絕罪 但是卻拿不出來任何證據之後 美國國務院卿布林肯 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再次的無端聲明說 中國大陸犯下了種族滅絕罪 遭到了專業人士強烈反對 德扎雅斯呢 就說 我很震驚 我期待呢 看到美國的人權報告 應該會有一些基本的職業素養 但是呢 他說這份報告 可以說是拙劣不堪 而且他還說 種族滅絕罪是在呢 防止跟懲治性的滅絕種族罪的公約 甚至呢 有精準的定義的 你如果沒有大量的證據的話 是不可以任意使用這個術語的 但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說 美國呢 針對非常多次的國際事件 都說是種族滅絕 那他就認為說呢 你沒有任何證據之下呢 單方面給對方扣帽子 是極端的不負責任的行為 美國如此呢 不負責任的大稿宣傳 其實會削弱自己的權威跟信譽啊 那西方國家呢 掌握的國際話語權 其實常給世界呢 帶節奏 甚至呢 美聯喔 美國還會怎麼樣 聯社其實還有報導 拜登政府呢 其實考慮到呢 大陸強迫勞動生產的問題 現在還有可能會制裁太陽能板嗎 呃 尤其來看到是呢 針對這個問題 大陸外交部犯人華春瑩 就痛批啊 說這個新疆的問題 存在呢 種族的滅絕 或者是強迫勞動 這都是一個瞞天大謊 前一陣子的時候 美國為首的幾個國家 還有個別勢力來大肆炒作 新疆棉花的種植 種植呢 有一些強迫勞動 現在呢 他又把黑手 掀向了太陽能的產業 但是新疆的棉花是血白的 太陽能呢 是清潔的 跟這些人呢 其實是意圖跟行動 卻是非常黑暗的 跟骯髒的 他們呢 就是想要怎麼樣 盡一切的手段呢 而且要炮製 謠言跟謊言 來製造強迫失業啦 強迫貧困啊 或者是強迫產業的脫鉤問題 要達到怎麼樣 要亂新疆 而且呢 遏制中國大陸的陰謀嗎 接著來看到就是說呢 不只是美國啊 最近呢 拉高了抗中力道的澳洲呢 也是針對新疆問題來開刀了 澳洲智庫呢 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 ASPI 最近有一個新的分析說 新疆地區啊 在2017年到2019年 他的生育率是下滑的幅度 在近代史上 大於任何區域 超過了哪裡啊 他說超過了 敘利亞的內戰啊 盧安達啦 跟柬埔寨的種族滅絕的期間 甚至呢還說生育率的降幅呢 是根據中國大陸政府呢 近十年的數據 所顯示來的生育率 說呢還下滑了48.74%的狀況 集中就在呢 許多維吾爾族跟哈薩克族群 大多數的少數民族 那其實呢來看到就是說呢 還說嬰兒啊 新生兒減少了16萬以上 那相較之下呢 也漢族的部分呢 新生兒則是比較多的 對此呢 華春瑩呢就有說 我不知道呢 澳大利亞的這個研究所 他做出來的論文 他的報告說 新疆生產率出生率下降 48.7% 這個數字是從何而來的 但是他拿出一些數字來打臉 就過去60多年來了 新疆的人均壽命呢 從30歲增加到了72歲嘛 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呢 過去40多年來呢 新疆維吾爾族的人口 從555萬增加到1200多萬 翻了一倍 而且呢 2010年到2016年 維吾爾族的人口呢 增長了25% 明顯是高於漢族2%的增幅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呢 中國大陸也有做一些統計嘛 跟10年前相比 各少數族群的人口當中 是增加了10.26% 而漢族增加的人口是4.93%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數字其實呢 跟澳大利亞所提供的數字 其實是有一點點的落差 也是打臉了澳洲的相關的報導 來看到西方媒體呢 其實在很多是沒有直接證據之下 就是操作新疆的人權問題 同樣招數的還有什麼呢 高舉國安大旗啊 對於大陸呢 大打高科技的圍堵戰 像什麼呢 美國拜登政府啊 其實延長了前總統特朗普 也是川普的一項行政命令 這個命令呢 就禁止了美國公司使用認為說 可能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會構成威脅的 公司所生產的電信設備 比如說華為 對此呢 華春瑩就說 你美國真的不斷的詆毀抹黑華為 和其他的中國的電信企業 但是到現在呢 都沒有拿出任何的真品實據嘛 證明說華為這些中國大陸企業 對美國還有其他國家 構成安全性的威脅 所以呢 所謂的國家安全 不過就是美國 對於中國大陸高科技企業 實施國家霸凌的一種方式 而且呢 他還說呢 這是拙劣的藉口 做賊喊抓賊的骯髒戲碼 還說美國你頻頻被爆出來說 臨近門啊 怒腳計畫等等啊 全球竊聽的醜聞 甚至連自己的盟國都放過 這表明了 美國才是道道弟弟的 黑客帝國 竊聽帝國 是不可靠的 不可信的 是可恥的 骯髒的 華春瑩還嗆呢 美國政府呢 其實是泛化了國家安全的概念 濫用國家手段 跟力量 不擇手段要打壓中國大陸的企業 是對美國自己呢 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 跟市場競爭的原則是否定的 這種做法呢 其實不僅是傷害中國大陸企業的合法權益 其實也是傷害了美國企業 不是嗎 尤其我們來看到 其實呢 美國企業它其實也有一些反彈 像一些抵制 三年前的時候 美國的營運商他們就聯合起來 說呢 想要從美國政府這邊呢 能夠獲得一些補償 因為美國禁止了華為嘛 至少呢 美國還要多需要十一年的時間 才能更換美國所有呢 華為的設備 而且呢 在更換其他設備的時候 還要多花二十億美元呢 加上抵制華為的5G 美國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 跟時間來進行研究 而當美國用戶在使用5G的時候呢 成本就會提高非常多 所以抗中抗來抗去 唯堵 唯來唯去 其實傷害的是一般老百姓的荷包 中美兩強的競爭呢 各界都在看 誰扮演起大國的樣子 疫情呢 席捲了全球 大陸呢 是不斷的捐贈疫苗 美國卻是不斷的囤積疫苗 另外呢 印度的疫情拉緊報 美國又給予什麼幫忙呢 印度衛生部 今天最新的數據來看到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之內呢 新增COVID-19的確診病例 共有三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四例 新增的死亡病例 則是有四千例 目前累積啊 來到兩千四百零四萬 六千八百零九例的確診 二十六萬多人是死亡的 那印度疫情這麼慘啊 卻忙著抗中 甚至媒體呢 還不斷造謠喔 來看到了印度駐香港的總領事 叫韓慧儀 最近接受了南華早報的專訪 那呼籲呢 大陸要幫助抑制COVID-19 防疫物資的價格飆升 印度時報卻是針對這一段報導 加油添醋啊 直接寫成 印度抗疫呢 大陸的供應商 大陸的供應商猖狂猖獗的漫天喊價的行為 其實人家是要呼籲呢 要抑制防疫物資價格飆升 怎麼會變成呢 印度抗疫呢 大陸的供應商是漫天要價 甚至還在報導當中啊 印度更引述了消息人士說的話 說呢 這個大陸呢 導致這個抗疫物資價格上漲 宣稱的製氧機貴了四到五倍 甚至還有供養商 隨意的取消合約 不過大多數的民眾呢 印度民眾是不買單的 紛紛指責這一份報導 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呢 印度政府呢 還放任人民自生自滅啊 印度COVID-19失控嘛 醫療體系已經不堪負荷了 西部來看到的是 國亞邦與北部的北阿坎德邦 這個地方政府呢 居然決定要使用什麼呢 寄生蟲藥物叫伊維菌素 來治療患者 不過呢 世界衛生組織呢 早在三月份的時候 就發表聲明說 伊維菌素啊 用來治療COVID-19的研究 沒有定論啊 除非呢 將來出現有更多的證據 否則只建議在臨床實驗使用 國際藥廠呢 默克以及美國食品劑 藥物管理局也表示 伊維菌素啊 現有的狀況跟數據 並不充足 但是三月份到四月份的時候 來看到印度呢 卻有舉辦大壺節 大量信徒還無視社交安全距離 這些才是最重要 應該要防範的